种种陷害在他面前不堪一击 他救活了左字节 也让他彻底醒悟 自愿参加前往非洲的医疗队 而刘文原本的执照 虽然没人承认 却得到了香港医馆委员会的联名推荐 让他继续行击 这样一个光明的结尾 虽然有些夸张 但是对于一部 由梦画改变的电影来说 让好人得到好报 却是应该的 这一份文件 是医管局委员会 严明推荐刘文医生 在香港职业 这怎么回事 因为如果不准 我会告他们 允许一个无牌医生 在政府医院替病人左字节 实行手术 造成了医院 还有管理阶层方面的疏忽 伪害病人的生命 在影片《流氓医生》中 许志安扮演了一位心怀理想 尽忠职守的实习大夫 他仰慕刘文的医术 所以自愿到刘文的小诊所上班 还有刘青云扮演的卧底警察 虽然不被人重视 却依然十分敬业 钟立提扮演的心理医生 因为刘文的特立独行 而受到吸引 杨永齐扮演的富家女 罗嘉英扮演的传教士等等 电影通过他们与刘文的互动 成功地描绘出一次 香港社会的众生相 没什么东西送给你 这把鸡蛋留下 这是你的宝贝 没关系 阿文 你过来 哎 说老实话 你现在可以离开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我 我不会再爱别人了 我现在说的你可能不相信 过了十年八年 这句话你会说上十几遍 这是一个小人物的故事 就像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 这世上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能够衣着光鲜 地位显赫 造福万民 流芳百事 也许他只是一个 流连于市井杂项 烟花之地 被流英地痞 看病的无牌医生 也许他只是一个地位低微 被委派以低级任务 但本着正义当先的警察卧底 也许他只是一个生活艰难 无人喝彩 却依然坚守理想的传教术 或是一个本来有大好前途 可以平步青云 却愿意放弃的年轻医生 又或是一个富家女孩 甘愿去跑去给无牌医生 当护士 分门不取 然而 每一个人 都有一种 发自内心的快乐 这正是因为他们 忠于自己的理想和信念